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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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可能不是泡沫 但NVIDIA应该是 这两个星期做了Tesla和苹果 可能已经泡沫爆破了 而今天的苹果 会不会是明天的NVIDIA呢? 这大半年经常说股灾来的 以后我们再看到股灾应该不会再像 87年的黑色星期一 一天之内下跌了超过两成 它会逐渐地下跌 有点像2000年的Microsoft那样 用了九年的时间下跌了接近七成 之后才见底 很多时候这些长期趋势变化 很慢 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 这就是我所指的股灾 不是明天就开始 慢慢地变化的 股市泡沫经常会出现一些 简单说就是当股值 并非用业务基本面 而投机所造成的 投机的情况 你就会很容易就会看到那些 股死走鸡 FOMO的情况 减息又买 然后AI一说两个字又买 Tesla现在可能已经处于 我们看到这些崩溃的阶段 苹果已经见了顶部开始回落 NVIDIA可能差不多到顶部 或者已经见了顶部 什么时候真正会下跌呢? 我相信或者需要 开始没买到这只股票的人 都想买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了 不少人都问一个问题 人工智能是不是一个泡沫啊九哥? 花旗就认为应该是 但是股值应该还有得上涨的空间 他表示还可以继续炒 泡沫可能可以持续到明年 最重要是大家继续买 为我继续做事有得 今年很多市场都涨了 不同的资产里面也有了 包括股市、黄金、比特币等等资产 都看到很有前景 因为市场认为央行 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各样 都将减息的乐观情绪 大家一起分享 都受到这种影响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买股票 大公司盈利个别 理想的时候也能支持到 整体股市上升的表现 这其实就是投资者贪婪的表现 应该有不少人 包括我 认为人工智能不是泡沫 但是NVIDIA很大可能会是 他在二月底公布过超预期的盈利 股价在第二天开始急升15% 投资者对公司盈利的前景 见基于已经提高了的估值 也有可能是因为人工智能 将来的收入预期放缓 而令到现时的估值 过高的股价稍后无以为计 都要一个很大幅的回落 我等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为什么我这样看法 说到NVIDIA是一个泡沫 我们要用近似的泡沫 去比较一下 不少人都会将在2000年时的C4 即是Cisco 相似之处和NVIDIA比较一下 Cisco当年在网络硬体 和软体甚至乎是通讯装置 有一个明显的主导地位 它使得公司在90年代尾 摘身在同行排第一 由于竞争很少 投资者就将网络视为巨大的收入 和经济成长的催化剂 让Cisco能够行使重要的定价权 我们现在经常说 NVIDIA就有一个定价权 因为它主持了市场 由96年到2000年的3月 Cisco股价涨了多少 知道吗?30倍 但是盈利的增长不够5倍 最终科网泡沫爆破了 Cisco的收入和市场份额 其实也没有受到很大的转变 但是投资者在预期的收入 知道会开始减少 前景也不明朗 这就导致Cisco稍后的股值大幅回落 使股价被大幅抛售 这就是很明显是一个泡沫爆破的例子 虽然NVIDIA和Cisco 是处于不同的行业 但是它显示了当一个新技术的投资出现的时候 最后它也会受到周期性的规限 在新产品推出的时候 新技术在第一个周期里面的时候 采用率通常会显著地上升 现在的AI晶片的预期就很多了 这种短暂的垄断情况 大家都占据市占率很大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股价的泡沫 看图表 很简单说 NVIDIA现在占据了近九成的高端人工智能晶片市场的份额 因此它可以赚取暴利 因为我说是多少钱一块 四万一块就四万一块 而它的风险也非常大 我看到主要包括两个 第一 即使可靠的第二第三大供应商 还未很快去出现 但是现在的大客户包括Microsoft Google Meta Amazon等等 如果他们不喜欢买贵货 我就会自己想办法构思建设晶片 供内部使用 有点像Apple 不用Intel去自己做M1一样 长远来看对NVIDIA 并没有好处 第二点就是 股价由2022年10月最低的108元 升到3月中的接近一千元 已经升了八至九倍 直接就像火箭上升那样 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的市值公司之后 市值现在超过两万亿 那些估值和盈利再继续上升是有挑战的 用自由现金流这些增长速度去比较 我们很简单地计算就是 接下来的五年 你要每年有25%的年增长 用10年平均计 你要每年增长17% 公司去到这么大 是几乎没可能的 你去问一下Tim Cook你就会明白 当全部股市 整个股市都是追逐这种主要股票 或者所谓人工智能的主题的时候 这种由市场动力驱动的价格反映 可能使得投机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 快上快落 10%的快上快落 投资者聚焦看着人工智能概念 还有美联储准备今年稍后减息 到底三次两次 这种主题已经可以足以支持股市继续上升 但是股市忽略了其他经济数据所反映的情况 通胀数据增加的时候 减息希望降低 利率大半年维持在5厘 现在不同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是零利率 当时Tesla很容易就推上价格10倍 现在不同世纪都已经 什么时候才会醒呢? 分析完对苹果和微软的自由元金流的预测 红色两条线 过去两年一直呈现下跌的趋势 但是股价白色的线一直上升甚至没有下跌 这种走势必定有一个走势是错的 到底是公司会赚多了红色线上升 还是股价白色线回落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股价应该也会下跌 NVIDIA是一家好公司 但是股价远高于几年之后应有的水平 到时其他的竞争对手将会更接近 是AMD还是其他 我不知道 它会面对好像苹果在今天遇到的难题 或者也是Tesla三年前已经遇到类似的问题 这些是什么?这些叫做循环 如果认为现在的情况下的媒体 好像火箭升空的开始 是不是太乐观的推测呢? 我很多时候都看这些十大公司排名的兵器榜 当大家看到一家公司市值下跌的时候 了解一下它的基本面的变化 再看看图表的技术形态 你就可以估计到会不会有一家伟大的公司 可能以右泡沫爆破的结论 Tesla三年前曾经排第四 现在踢出了十名以外 现在另外苹果也占据了一哥很多年 现在变成二哥 会不会是一决不振呢? NVIDIA又可以排在前列 站多久呢? 看看这个AI可以玩得多久 NVIDIA会不会效化Tesla 甚至苹果这样先后回落 Tesla在这里 Apple在这里 给点时间就会有结果 我将会密切关注一些销售信号 九哥会继续跟进环球市场发展情况 股债、楼债、债债这些股票急跌等等情况 记得订阅、大大力点赞 和分享给朋友们知道 想更好地掌握如何投资和财富管理 知道这些沽售信号 马上加入九哥话的Patreon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